依然透天塑发生的火警 二号银沉四点多苏澳镇 圣险路一处联动的两层楼透天塑 突然起火燃烧 商房职员到现场时 游民男子倒卧在一楼 虽然是没有外伤 但是意识不清 赶紧送医 根据了解 这间房屋已经遭到银行查封多年 目前法派当中 而现场发现伤者是前屋主 过去多次遭到现任屋主驱离 目前还是公所列管的游民 至于起火原因回合 是意外还是有其他的原因 有待警方调查厘清